我们有个街坊 平时好吃懒做 有手好钱 到了年根底下 缺迷手面 手底下是一个字都没有 他女人可着急了 你说咱这年怎么过呀 他倒沉得住气 你别管 我自有办法 转过天来 是打年三十 他出了门 溜溜答答就进了理发馆了 瞧伙计说 给我剃个光头 伙计一看有客人 赶紧让座 围上白备单打好椅子 剃完了头又刮过脸 都完事了 他不站起来 伙计 把眉毛也给我刮了去 啊 先生 您刮眉毛干什么呀 过年了 干净干净 去就会去 我剃了二十多年头了 还没听说过刮眉毛的呢 让你刮就刮 刮完我多给钱 伙计没法子 拿起刀子 呲 把眉毛给刮下去了 眉毛也下去了 我们这位街坊也窜了 哎 你怎么把我眉毛给刮了去了 伙计一听 都愣了 啊 是你刚才让我刮的呀 什么 我让你刮的 我吃饱了撑的 我封膜 诸位听见 这何情理吗 伙计这时候有一百张作业解释不清了 两个人一吵 掌柜的出来了 拈根底下 理发馆的生意正忙 因为正月不能剃头嘛 掌柜的就怕耽误生意 所以赶紧聊事 哎 先生先生 对不住 对不住啊 我们这伙计一不留神 给您把眉毛剃了 哎 算了 这个理发钱呢 您把给了 哦 合着我这儿 额你们理发钱来了 大年下 我这一个眉毛怎么出门啊 到现在 什么东西还没买呢 你说我怎么见人 掌柜的一听 全明白了 心想 哦 感情这位是想给我们点东西 掌柜的就说了 哎 先生 您多担待 您看 我这刚买的两颗白菜 以及羊肉 您拿回去包顿饺子 您全看我面子吧 他把东西接过来 心里头这高兴 可嘴上还假装不依不饶 要不是看掌柜的面子 咱们就得找地方说说去 掌柜的 我留一个眉毛也不好看 您手里把这眉毛也刮了去吧 掌柜一听 乐了 哎 先生 您这个眉毛呀 还是留着明年年纪再刮吧 他一听 啊 哦 被识破了